大家好,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受贸易战一律加剧拖累 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美股三大指数全面走低 美股道琼斯指数早盘跌193点 标普500指数跌0.67% 纳斯达克指数跌0.59% 欧盟已经向美国商务部提出书面警告 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对欧盟进口汽车 课征20%到25%的惩罚性关税 美国可能面临金额达到3000亿美元的关税 这是欧盟首度对美国发出明确警告 加拿大对美国产品开征的报复性关税 则在一日生效 以此回敬美国加征的钢铁和铝关税 感谢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